好,各位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Bab Anam Anam.3G2的6.3Kapentangan Telekommunikasi di Malaysia OK,让大家更清晰的看到,我就用颜色版本的啦,OK 那大家记得有些字很重要的,你要highlight起来 那上一堂课呢,我们学到说整个我们的那个,我们讲的这个通讯的 这个历史的进展 我们从Telegraph,OK,用密码的,用我们讲的摩斯密码 波斯密码一直到Telephone,一直到Tele,Machine Text,OK Machine Telix,然后呢就到那个Machine Fax 然后就到Telephone PINPIN,然后Telephone PINDA 那我们也看到说整个马来西亚的进展呢 因为我们有了Satellite,我们的ICT,我们还有MSC等等的 那到底Kapentangan,到底这个Telekomunikasi对马来西亚有什么重要呢? OK,第一,Meningkatkan Integrasi dan Perpaduan negara 今天highlight起来,Integrasi dan Perpaduan negara 主要是第一,如果这一个的通讯系统呢,越来越理想的 使到人与人之间能够很好的有一个沟通,还有国家的团结 现在你要跟韩国人做朋友,你要跟日本人做朋友,欧洲人做朋友,意大利人做朋友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通讯录是通全世界的 OK,好,来到了 OK,然后 OK,这资料呢,很容易被收藏起来 不像以前,你看以前的Clinic,它都是满满的那种病人的卡 那现在呢,比较先进的,比较新的Clinic呢,基本上它都不用卡了 OK,它直接把所有病人的资料都 send in电脑里面 因为看到有些医生看医生的时候,就你看他的时候,你生病,你去看医生 有些医生不再是写在一张纸上了 OK,比较新的医生呢,他都是用电脑来记录你的病情 以至于随时随地呢,你的病情可以被print out出来 这样子的情况 OK,然后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要交地税 我们要交那个门牌税等等 我们都可以透过上网来处理了 不再是需要去到那一个的Senter 然后排队,排到啥,然后才可以处理 我们上网就可以搞定了 Orosanke Wangan 这个是我们这一个时刻 最,最怎么讲呢,最需要的咯 就是现在我们上淘宝买东西 Shopee买东西 我们需要去到Shopee的Senter去给钱吗 不需要,我们只透过网络来给钱 OK 我们不需要跟我们的Orosanke Wangan 在所有的国家 在摩托和摩托 OK 很容易的,我要 我要进钱给谁 我要给钱谁 我的头可以透过网络来处理 OK,我不用去到现场 我们刚刚才看了Olympic 对不对 我们看了一些直播 那这个叫Siaran Langsong Live 在项目的进展 OK 这个就是这个时代伟大的发明 OK 很多资料 所以你们做project project 只要上网查一下 你就知道了 哦,这么多资料可以用 还有那个Teta Ramaran Tracha 但Phenomena Alam Satellite的出现 基本上是让我们很容易得到整个气候 OK 明天会不会下雨啊 明天啊 这几天的气候是如何啊 都可以预先先知道 OK 这个不用看了咯 我们经过有了电脑啊 所有的资料都往电脑里面key in 我们就比较 感觉比较像样一点点 不会说好像乱糟糟的 OK 然后一本不然加热 OK 然后这本网络的感觉 更加热 就现在如果我要上英国的课程 我不需要人去到英国 住在那边 我才能够上 我直接上网 我就可以跟英国的学生一起上课 OK 这样我给的学费肯定是少咯 因为我人没有去 学费不会少啦 其实就是你会省回生活费啊 你会省回你那边的人用钱啊 这样你是省很大笔钱哦 OK 所以这个是好处 来到了后面的6.4 我们来看G3的6.4 Kursan Telecommunication 这个Kursan 我们分成Kursan Positive 和Kursan Negative 你会看到说 单单在G3左手边的这一面啊 Kursan Positive 是一大堆的 Kursan Negative 就是One Two Three 三个罢了 所以这一个东西在我国 在世界 甚至我们讲到全世界啦 被发展起来的时候 其实它是好的东西来的 它不会使到人 它使到人更加方便 更加能够互相的沟通等等的 Berkembangan Telecommunication OK Malai Internet OK Eda Gang Eda Gang Eda Gang呢 就是Drably Atas Tarlyan 这个时候 MCO的时候 我们就用最多这种网购 对吗 网购我只需要通过电话 通过电脑去order 然后我通过电子钱包啊 我们通过网 就是我们上网给钱啊 等等的 OK 这些就可以买到我们要的东西了 而且它可能很快速的就可以得到了 虽然你没有踏出家里一步哦 OK 好 Berkemba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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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ang Prabagai Sektor Karana Berkembangan Industry Telecommunication Negara 当我们发展这一个环节的 通讯的这个环节 我们就制造了 国家就制造了 很多的工作机会 Karana Positive Multi-media Interactive OK System Berkembangan E-Banking OK 这个简单 现在交水电费 交保险费 你不用去到那个Santa 你不用去邮政局排队 等等的嘛 对不对 Telicidang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那个 Berkembangan Atau Interaksi Tapadila Kukan OK 现在人不在这里 但是公司的总裁 在韩国 他可以跟你们连线 开会 OK 这是好事 Berkembangan Telikasihatan OK 这个呢 就是我们生病了 那生病了的人呢 他不能够立刻 有医生去医治他 那他就可以上网 去寻找医治 OK 这个不可以乱乱寻找 我们的确有一些医生呢 他是单单是处理 这个网络的 OK 你透过上网来看医生 OK 在外国会比较普遍性 这一个 因为外国的医生 是不配药的 他会给你一个药的纸 然后他会叫你 他会写一张纸给你 叫你自己去法马西买药 OK 他不像我们这边的医院 你看了医生 医生就给你药 OK 那边的医生呢 纯粹是看医生 跟对症 OK 你发生什么事 你生病了 你病什么病 然后呢 他不会给你药的 在医院里面 你拿不到药的 那你要去哪里买药呢 他拿了一个药单 你就去法马西买药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这个呢 在外国呢 比较普遍性 伊克拉加案 伊克拉加案呢 就是我们讲 所有政府机构的东西 我们很容易去处理 我们不需要去到那个center 你可以想象哦 以前排队排到要酷的哦 真的是 塞着太阳在排队 那现在呢 只要一个button enter就可以了 搞定了 OK 那他还是会有 ca-negative的哦 有positiv的东西 就会有negative的东西 OK 你看啊 ca-negative 我们三个罢了 你看到紫色的 这三个东西 maklumat yang berongso negative sebratik kaganasan hasutan dankapak anginsuka thitapismuda terseba OK 这边讲的就是 一些不好的讯息 一些 一些负面的讯息 OK 暴力啊 等等的 OK 一些什么 我们没有经过 证实的一些的 新闻 当他这很容易 又流传出去 所以我们不可以 乱乱share东西的 OK 你要看清楚 那个东西是什么 OK 你才能够去share 那个东西 你觉得它是好的 如果那个东西 share出去 是对社会影响不好 对你自己也没有好处的 那你就不要乱乱 不要乱乱的share东西 好不好 你没有试过 你的那个 facebook的account email被hack 你们小朋友 可能会很少被hack OK 那如果比较是成人的 OK 他的credit card 透过上网处理 网络里面会有的 有时候会有 那个password的出现 等等的 如果我hack进了 他的email address OK 我就可以拿到 他很多密码的东西 这样那个卡呢 就在不知不觉中 被刷了很多的感觉 特别是假新闻 假新闻会让到人家 很痛苦一下 基本上 OK 好 这一个 这三个是缺点 不好的东西 cass negative 这是我们做不到任何东西 虽然呢 可能那个新闻是假新闻 那个我们所谓的 MCMC OK 就是我们管网站的 这一个东西呢 这一个机构呢 OK 这个政府机构呢 他会去处理 他去block你的 不给你share等等的 但是这个东西传出去了 网络的世界是非常大的 OK 不好的消息是 立刻上万个人 都可以看见的 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是negative 所以亚特干 通常在考试里面 他都会问你 casal positive 你头脑里面最少要记三个 那casal negative 没有得讲 OK casal positive 你最少要记三个 OK 不难记了 OK 让自己有三到四个 因为通常这种出现的时候 他的分数可能是六分到八分之间 OK 好 那我们来到了最后的一个部分 就是要有道德 要有 你必须要有像样的用 正确的去使用 OK 在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都会学道德教育 你小学学道德教育 中学就变成moral了 OK 因为他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OK 对吗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 我们要怎么样的正确的使用 menggunakan kemudahan telekomunikasi untuk perkara yang bermanfaat 请你把 perkara yang bermanfaat highlight起来 然后 tidak menterdah maklumat peribadi atau kata laluan kepada omong OK kata laluan我们叫 password 你不要乱乱把你的 password share给别人 而且不要选太简单的 password 那个比如 有些人的 email address呢 是有他的生日的 OK 那他的 password 又把他放弃他的生日 OK 哪一些的号码呢 是你别人猜不到的 这样你就很不容易被hack了 这样的情况 mengena pasti kemudahan 你必须要确定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才能够去share还是去相信 去传播出去 你个人相信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传播出去 而你又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啊 那个就问题来了 OK 好 然后 这一个我们加强的意思 akta呢叫法律 OK 法律几切是可以使到我们不会乱乱的滥用整个的那个网络啦 OK 好 来到了上面 第一道 就是把别人的作品稍微改一改变成自己的作品 OK 我们可以参考别人的作品 但是参考有他的规则 我们参考别人的作品 我们只能够拿20到25% OK 你不能够把90%的东西保留 然后10%改一改 那就变成你的作品 那是侵犯版权的一个方 一个一个的罪名 如果别人那种大公司要告你是可以的 OK 好 然后呢 这边哦 就有一些人会留言哦 留言到很不客气的 哇 这样肥 整个猪扒 这样还要在那边跳舞 人家又没有得罪你 啊 这个叫 我们要用好的语言 而不要用 他这么难看 这种东西 OK 然后或者是 放emoji 很多个 偶的emoji 等等的 这都是不对的 OK 在网络的世界里面 你不懂哪一句话 哪一个字 哪一个emoji 你会伤害到对方 OK 那我们尽量 尽量不要用不好的emoji 啊 或者是语言 OK 这个issue sensitive呢 就是 特别是会影响国家安全的 OK 国家的和平的 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和平的 那些东西我们就不要share出去 因为它会影响别人吗 如果你是个有影响力的领袖 OK 那就麻烦了 这样你欣赏你的人 OK 都觉得你是领袖了 但你share的东西 他都一定相信咯 那他又透过他的手share出去 那是太恐怖的事情了 一个人可以share给三千个人 三千个人 又share share给三千个人 那不好的消息呢 就会传出去了 这样子的情况 OK Ella kan daripada men ganggu da merosa kan system communication orang lain 也都hacker hacker呢 就是我们尽量 我们可以学computer 或是internet的一些东西 IT的一些东西 但是不要成为hacker 不要成为那种 我们讲散发病毒啊 电脑中毒啊 等等的 OK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 我们要有道德性的 我们好好的使用整个的网络 应该一个正确的学生 正确的怎么样去使用 比如说半三顿啊 不要乱乱的去传播消息啊 不要打扰别人啊 OK 然后呢 就确定是真消息先 然后呢 不要乱乱的把自己 或是别人的password呢 告诉别人 OK 好 这些都是主要的 OK 那这一刻就完了咯 OK 那你就会看到说 有practice 有练习了咯 这一边呢 你要做一做 同学们 你稍微要处理一下 OK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哈 Aisha melayari internet untuk mencari bahan tambahan bagi menyiapkan laporan kerja lapangnya 没有问题了 这是正确的使用 Danish berjaya menyiapkan laporan yang ditugas kepadanya dengan menyalin 超 sebulat-bulatnya isu isi daripada bahan orang lain di internet 超 完整 sebulat-bulatnya 就是完整 跟着 超 错 第二题是错 它不是 一个好的行为 Zarif telah membuat kenyataan yang berusaha keganasan di halaman Facebook keganasan 我 错咯 肯定 sebelum menyebar sesuatu maklumat Fatima mengenal pasti dahulu mengenal pasti dahulu 肯定是对了 不用看了 ra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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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zarina disalah guna oleh rakannya dengan menyebabkan maklumat peribadi barunca 的那种 私隐 的东西 全部 放出来 错 这个肯定 对吗 Jacob Sophia dapat mengenal pasti anak muridnya menyalah guna komputer di sekolah dengan melayari ramad sesawak yang berungsu keganasan 这边讲的 这个 Jesus Sophia mengenal pasti anak muridnya 他怎么知道 他的学生 这样子做呢 他自己本身 也去部队的网络 来hacker 这样子的网络 去看一些的东西 才发掘 这个的 可ganasan ok 好 错咯 ok 所以答案是 对错错 对错错 ok 那我们来到了 后面的练习呢 我们会继续 ok 我们的第四面 我们已经完成了 的上一堂课 那我们现在 直接呢 漂去 第六面 G6 好不好 G6的 G6的 这一个 右手边 那今天的功课呢 就是G6 G7 G8 G9 ok 好 就完成了 这一份 然后下一堂课 我们就会进入 Chapter 8 了 8 了 ok 好 我们来看看 看上个星期的 记忆力 你记得多少 本辟呢 按Satellite Station Satellite Bumiyang Petama D D D 宽 D OK 那我要你写清楚一点 Kuantan Pahang 你要写 Kuantan Pahang OK Bada 6 April 1970年 当然我也还没有出生了 那个时候 OK 所以是蛮久的一个日子了 1970年 现在那些1970年 大概都是我50多岁 60岁了 OK 所以 所以 本辟那岸 Station Satellite Bumiyang Petama Di Kuantan Pahang Pada 6 April 1970年 Sanaraykan Tempat Tempat 本辟那岸 Satellite Bumi OK 好 我们来看看 Satellite Bumi的 这个其实我们讨论了 的 我们 没关系 我们就来一遍吧 OK 比如说有谁呢 Alogadja Samantan Labuan Sayabajaya Serangok OK 好 这些地方都是可以有的 I就不用回答咯 我们只回答 我们只需要记得五个 好不好 五个 前面有答案的啊 同学们 OK 你可以写 Alogadja Malaka 如果你要写 看清楚一点 我们去Malaka 我们一定会看到 Alogadja这个字的 OK Samantan Sarawa Labuan Villaya Berserketuan Sayabajaya Serangok OK 然后呢 Kermajuan Alog Telecommunication DeMalaysia Kermajuan呢 都在G2 出现 G1的 右手边 跟G2 OK 有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有 Fiber Cable Fiber Optics Cable Fiber Optics OK 所以你写的时候啊 这边我要你写到F咯 这边 你把它抄一抄 OK 前面有答案答 OK 这个呢 你就这样子写完整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Telephone Pinta Telephone Pinta 就是Smartphone 然后呢 Sharikat Telecommunication Computer Corridor Corridor Raya Multimedia MSC Rangkaian Jarrow Lebar Ber Ker La Juan OK 所有的答案出现在G1 跟G2 G1的右手边 跟G2的左手边 OK 然后下面的第一题 这个 一看它知道是Satellite 对不对 Satellite Mentally 它主要是拿来做什么呢 OK Men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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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Membolehkan Hubungan Telecommunication 跟 OK 答案是1 3 4 这个是错的 OK 好 然后 Station Satellite Bumi Di Malaysia Dapat Di tempat-tempat Bereka Ker Chuari Ker Chuari Lumut Lumut Men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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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an Tan Pula Labuan Kuantan Arogadja D Sai Badaya D D D Jarling Internet Yang Berisian Computer Beraya Laman Web Sobody Berikud Ker Chuari 哪一个是没有的 我们都是 Internet Microsoft Microsoft 是一个工具 让我们去做东西 它不是让我们去上网的 Hospital Mentally Mentally Tele Ker Sihata Unto Mentally Process Skala Record Persake 所有的 Record Persake 病人的资料 哪一间 Hospital 真的是完整的用computer来处理 Hospital Ser Layan Hospital Ser Layan 我们有些Hospital 还是用卡 用卡 用卡 好 Telephone Pinta 3G 8G 我们不愿意 Banya Ker Ker Mudah Han Berequid Ker Tru Lay OK 没有什么 没有Fax 电话怎么拿来Fax 电话怎么吸一张纸进去 然后吸一张纸出来 这么恐怖 将来可能会出现 现在暂时性是没有 Mudu Ker Layan Mudu Pantajaya 都不是在那条路线 OK 所以要清楚一下 Pantajaya跟Sybar Jaya是常常在一起的 OK 我们Curry on 好 G7的 G7的这一个练习完成它 OK 不要乱乱改 同学们 OK 不要乱乱改 还有不要乱乱勾 OK 有一些题目你可以对的 第一题 Boy OK Telegraph 第二题 Machine Telegraph 分读text Machine Telegraph 下来应该变成什么 Telegraph 下来是 Telephone Telephone了才到Tele Machine Telegraph OK 所以Apple Miasat Miasat 主要是哪来做什么 Telegraph HT SiaranTelevision OK Dongki 第五题 Apakah kemajuan Telephone Pinta Verbandingan Telephone Pimpin OK 第五题 答案是 Pengguna Electric Terhat Terhat 这个就不是发展 这是落后 退后 4G 然后 Video Verbualan Melalui Video Mudal Menghubungi Saudara Mara 这个电话 Pimpin 也可以 答案是 2跟 SUNCAT Antara Brigo Eman Naga Bernal Menghubungi Kable Fiber Optik 第六题 答案 是 Memindahkan TETA dengan Mudal OK 更容易 的去 Susung 那些 我们讲的 资料 Menghubungi MSC Menghubungi Berna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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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ara Bernalui Menghubungi Menghubungi Telekomunikasi Telikomunik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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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ghubungi OK 第八题 答案是 Boy OK Boy 第九题 Apple 这两题 应该不会出现 有多大的问题 第十题 答案是 Apple 十一题 Dong OK Kerpentingat 肯定没有 那个钱币的升值 就看国家的发展 对不对 马来西亚的钱币 比新加坡的钱币 比新加坡的钱币 比较大 那马来西亚 当进入一些经济不稳定 等等的时候 我们的钱就会贬值 OK 这个不是关 这不管 Telikomunikasi Menghubungangkawa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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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Felda的作用 不是他们 我们Fong1有学过这个 Menghubungangkawasan Banchana Alam Banchana Alam 是天灾 怎样去Menghubungangkawasan Banchana Alam 那太恐怖了 OK 所以答案为什么是Dongki 12题 第12题答案是Cat OK 13题 Kersan Telikosihatan De Malaysia OK 13题是Dongki 14 Apple 15 Cat 16 Boy 17 Cat OK 18 18 Apple 19 Boy 20 Apple 然后 Seperson Santun 跟Bahamma 你特地去Menghubungangkawasan Sensitive Sensitive 是错的 21 也是Apple 1跟2对罢了 其他都是不中确的 OK 那么现在进入GPUG了 OK 第一题 Cat 第二题 Cat 第三题 也是Cat Telephone平台才有这些东西的 第四题 Boy 第五题 我们讲的这一个 Betanggongjawab Namagak agency 我们有的是 Telecom Malaysia 不是The Naga Malaysia Telecom Malaysia 我刚刚讲到The Naga 对不对 Telecom Malaysia TMnet 第六题 Panda Yamana Panda Yamana Apple Cyber Jaya OK 然后这一set东西 它可以帮助我们什么 这个前面很容易 所以你不用看前面 这一个都懂啦 Menggara kan Binta Han Bendudok 帮助你搬家 Menggara kan Handara Barangan 你叫Foodpanda 然后更快的 用这个 有了这个东西 你就更快的去送货 肯定错啦 所以答案是Cat 3跟4才是对的 第八题 答案是Apple 第八题答案是Apple 第九题 Cat 第十 Cat 十一 Boy Telix Sidang 因为他的那个 berinteraksi 跟本社 Ranya OK Telix Dang 开会 OK 第十二 Boy 十三 Apple 十四 十四 这个 Ethica 什么时候 menggunakan Ella Kommunikasi 十四 一定有 OK Menggara kan Pla Glip 就是肯定错啦 这个 这个我们要 Menggara kan Menggara kan 暴露 人家的 或者暴露 自己的 Password 所以答案是 1跟4 Dangki 第十五题 答案 Kabai kan Pla Hemmatan Teli Pla Bangkan Yer Lak Hanya Pla Menggara kan Satu Borang Siyah Pla Bangkan Di Layan Dangan Segara Segara Urusan Di Jalan Di Luma 所有的 所有的 东西 都可以 在家里 处理 我不用 踏出 家门 一步 所以答案是 C OK 我们现在进入最后一面了 OK 最后一面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OK 最后一面了 G9是很重要的一个part来的 同学们 为什么我保留这个part了 因为这个part是常常在考试会出现的 以你的观点 你一个Murid 你是一个Murid OK 你是一个bekerja swasta 他看在你的角度 那如果你是个Murid 请问 Telecommunication 对你来讲 有什么重要呢 OK 我们来看看 答案很完整的 给你了 第一 Menghubungkan Menghubungi Ibu Bapa Atau Saudara Mara Dangan Cepat OK 然后 Mengcari Maklumat Dalam Internet Mengjimatkan Course Pendidikan Melalui E Pendidikan Mengimpan Teta Kajian Dangan Selamat Menghandar Hase Ka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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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那这个时间 就是这样子 你怎么样 教功课 透过Email 如果你 kakajian Ka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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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gan Kajian Kajian 把这一个A跟B完整的抄进这一个你的练习纸里面 OK,完整的,同学们不要离漏啊 OK,好,来到了下面 你看我保留这一面啊 不是给你功课做,我还要抄很多字啊 OK,它很重要的 这是前面没有找到的哦 这整面的练习都是前面没有直接给你答案的 但是它却常常出现在考试 第五题,到底这一个Telecommunicacy对渔 对渔夫,对渔业有什么的帮助呢 第一,我们这边只需要讲 这整句要完整的抄进 在你的B啊 OK,那来人 boleh berurusan dengan agensi kerajaan untuk membantu mereka 它可以很容易的联系到政府官员 去帮助他们 我们不需要摆街边了,让游客来看了 我们放上网就可以卖了 同学们,在考试里面呢,你记得四个point就非常好了 四个你觉得你可以记得起来的point就非常棒了 OK,那我们来到了最后的试题 我们还有一个试题 我们来看看题目啊 我们刚刚才学的 我们刚刚才学的 你就有答案了 你就有分数了 来到了第二个部分 当他用的时候 他需要顾什么道德的一个提醒 不要乱乱的把一些重要的密码呢 给其他同学分享出去 menggunakan komputer dengan cara yang betul melayari lama-lama 这边呢,你要把它写成 essay啊 同学们 OK,好,怎么写呢 Etika yang perlu dipatuhi oleh seorang murid kerana ketiga memproses pengajaran dan pemberanjalan teknologi maklumat di sekolah ialah OK, tidak mendedahkan kata laluan kepada murid lain Murid-murid halus menggunakan komputer dengan cara yang betul OK, melayari laman sesawak yang dicadangkan oleh guru OK, guru sekolah lah 这边里可以讲 besopan santun ketika bercakap dengan murid lain tidak mencerobohi informasi sekolah mengenal pasti tan mengenal pasti terlebih dahulu kesahsihan sesuatu maklumat atau berita 很多都可以独自成为一个句子 就看你把它连成一段落 一个段落就好了 用一段来解决这一个 我不要point form 你把它写在下面 如果下面不够位置 基本上你就连多一张纸 在这一份 OK,你可以涂江湖 半张纸连着 然后可以翻开的 OK 好,来到了第二题 两分罢了,我们来看看 两分罢了,我们来看看 两分罢了,刚刚我们学三个 你在前面写其中两个 OK,其中两个你就中确 来到了这边 OK,其中一分罢了 OK,其中一分罢了 其中一分罢了,我们来看看 其中一分罢了 看你老师教书的 所以说是特别提 对不对 OK OK OK,然后呢 Telekomunikasi dapat melakukan interaksi maya sama ada melakukan pengkuriahan dan mesyarat melalui telesidang Perkhidmatan telekesihatan dapat dilakukan di mana pesakit boleh diperiksa oleh Dr. Barkha yang jauh yang jauh menggunakan tele teknologi komunikasi 你必须每一个 point都可以成为一个字 所以你超写的时候 这边它八分嘛 你最少给我六个point 就settle了 我最少要六个point 写成一段 不要写成point form 写成一段 不要写成point form 那今天就解决了 OK 那这一刻就完整结束 OK 好,谢谢大家